千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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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 法国情人 军公子 我十岁就拜他为师了 过去的十年 他一直严格要求我苦练棋 我一心向秦 更是守轻规简日 他所有的事情都严格要求我 可是今日我发现 他对我的控制欲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我师父这次犯了大忌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这个呀 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我可帮不了什么忙 这军官还难断家务事呢 你看看好琴 我去找那心酥的 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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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琴灵 就没有什么弱点吗 这种古雅之物 它最近鲜血 如果你能将鲜血渗入其内 就能破坏这古琴与琴灵之间的关系 你想干吗 我跟你说啊 这松木瑶 可是古琴中的名体 是这边 少说有几百年的里里修为 就比你啊 就算你破一捅鲜血上去 它都不会沾染半点 别想了 别想了 你看啊 柳木崇的琴记 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欣赏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你身为它的老师 应该对它学有所成 感到骄傲才是 而不是一味的对它索取 我觉得你是不对的 甚至连它的生活和自由 都与人家干涉 它只是你的学生 不是你的所有 你没有权利去这样控制一个人的人生 我控制 我是为了保护它 莫崇要是离了我 莫说一个月 怕是连一个礼拜都熬不下去 为什么 其实 我一直都不明白 你为什么如此看重刘莫崇 你们两个感情 好像不仅仅是 为了师生之行这么简单了 曾经 我也是一把绝世名气 我的主人 是宫廷第一的御用琴师 她才华横溢 琴艺过人 也格外地心高气傲 想当年 我跟着主人不知为圣上演奏过多少次动人之曲 但凡有形一闻我风采的人 无不为我倾倒 然而 朝代更迭 世事无常 谁能想到曾经辉煌一时的我 最终 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我被遗弃在一个下三烂的酒楼地窖里 我被遗弃在一个下三烂的酒楼地窖里 终日盯着上面永无休止的嘈杂 浑身沾染着令人作呕的污渍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的心越来越冷 越来越绝望 原本我以为我的一生 都将终结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窖中 直到有一天 她出现了 那天是酒楼老板 大发她来地窖打扫 就这样 好像是命中注定一般 我们相约了 莫宠她 拥有我见过最善良的心 她用自己挨饿省下来的钱 为我买来了最上等的护礼膏 又费尽心思 为我寻来最柔软的擦拭布 细细地搭理着我 当她的手指拂过我的那一刻 我忍不住地颤抖 五百年了 我终于再一次感受到 此今还活着 想学吗 可 可是我没有钱 没事的 有心学的 我不收钱 儿身在上 请受学生一拜 好孩子 请吧 于是 我来到她身边 我并对自己立下誓言 不论何时 我都会陪伴和守护着她 不离不及 没想到 你们还有这样一番怨怨了 千寻 宿命猫 别过来 放了她 若不呢 我本不想插手你和柳墨虫之间的恩怨 但你出手伤疾无辜 这不是一个灵物的所作所为 如果你再执迷不悟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住手 你们都住手 宿命猫 顾问她并不是有心伤人 她只是一时被怒气冲昏头脑 没心自问 谁都有被情绪影响而失控的时候 大家何必因此大动干戈 师父 师父 你还追到来找我 师父 学生不急 犹如失去 特意前来写罪 学生愿意接受师父一切责罚 我求求你 苏老板 我求求你放过我师父 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 视我为己处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有为失去 你做出打你不到之事 我不应该去找你 让你也卷入其中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今日之事也是因为我而起 我愿意替师父承担一切 求求你放过她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 莫统 你干什么 我求你 此刻做出这等调驾之事 我求你 快停下来 苏老板 如果你不答应放过我师父的话 我就一直磕下去 直到你同意为止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莫愁 快停下来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苏密萌 我求求你了 要我答应你可以 先放人 我可以答应放你师父 但他必须保证松木瑶 再也不会伤及无辜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好 我答应你 绝对不会再伤及无辜 我 莫愁 静止住 我带你回去 走 对不起 因为刚才事出突然 所以 抱歉 没事 我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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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